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声受了他一刀 主上 桃乌眼见东华受伤 便画出圆形 一声长笑便扑了过去 东华手一松 苍和朝着桃乌的面门上刺去 桃乌一闪 不料想苍和一个转弯插入了他的脖梗 随手点了身上两个穴位止血 抬手念咒 桃乌被一个法阵困在当中 右手推出一掌 将桃乌压在浩天塔下 剩下的 你们自己处理吧 东华的声音依旧这么冷淡 就像是那几乎致命的一刀不存在一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 伤口有多痛别人永远看不到 他狼狈的一面 但是 背后的痛 谁知道呢 强撑着骑着白子回到了大帐 就看见凤九趴在他的书桌上浅眠 吴 你回来了 他伸了个懒腰 嗯 你 你让白玲陪你出去走走 我待会还要与行天意识 哦 从他一进来他就闻到一股血腥味儿 又不敢开口问 只能续续打量着他 他的领口 貌似 貌似 心下确定了几分 靠近了坐在书桌前的他 心下定了定 一咬牙扯开了他的领口 你 东华因为他突然的动作有点吃惊 一道刀伤 从左肩到小腹 血迹斑斑 血迹已经干了 白色里衣只沾染些许吃惊 看起来是在进来前便换了衣服 双这么重还坐着 去 我给你上药 东华感叹于小丫头的观察力 伤口疼痛又实在忍不住 稍稍拉了拉衣服便躺在了他上 由着他扯开他的衣服 取了事不轻轻擦拭着伤口周围的血迹 疼吗 东华抬眼看着小丫头眼眶红红的 疼吗 疼有多疼 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问过他疼不疼 从无败迹 别人只看到他的从无败迹 却不知道他背后受的苦楚 有些 只会哄我 刚才你就一直忍着不出声 床单多块给你抓坏了 他愣在那里 他自己都不知道 没注意到的是他却注意到了 我去拿药 他收拾好染血的湿布 你不许动 好 取了药和绷带 回到帐内将药粉轻轻敷在他的伤上 撕 疼 忍一下 他一边吹一边将药粉继续敷上去 随后又用绷带包扎起来 帮他把衣服拉好 随后又将药粉喝了水 喝掉 东华顺从的接过碗将药引进 他帮他把被子拉好 好好休息 许是药无作用 东华很快就睡着了 他便睡在他平时睡的小榻上 到了后半夜 东华的身子便突然滚烫起来 他便有急急忙忙的打水替他擦身 将毛巾打湿盖在他额上的毛巾发干 再换新的优势折腾了一晚上 好不容易退了热 天已经蒙蒙亮了 累得他直接趴在他的床头睡着了 等东华醒过来 天已经大亮了 一转头就看到了趴在他床头的他 他撑起身子 伸手轻轻扶了扶他的脸 无 他抬起头 你醒了 顺手摸了摸他额头 还好 不烫了 东华知道他半夜是又发热了 他平常但凡受了重点的伤 半夜必定是会发高热 第二天也就好了 他定视照看了他一夜 累了 上来睡会吧 我去小榻就好了 别动 给你换药 你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 小榻睡得不舒服 而且 我怕你摔下来 我才不会 那之前是谁在半夜差点摔下来 被本军接了回去 我 我去把东西放回去 回来 东华手一挥 在帐内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消失了 别收拾了 这份一个晚上还不歇会 我去小榻 小榻 小榻睡着难受 或者 我去小榻 你在这 不行 你的伤还没好 那 你睡里面外面 我 还是里面吧 外面 怕你再摔下去 话音刚落 凤九便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便已经躺倒了床的内侧 总感觉拘束的慌得他不断往里边挪 东华就撑着脑袋看着他往里头挪 这床尾是太小 我与你躺在一处 中间起码还能再睡上三四个人 没 没有吧 睡过来些 警备太小 若是着凉了 又给我惹一堆事 才没有给你惹事 某个嘴上说不要身体 却很诚实的生物默默地往他身边挪了挪动 东华随手一扯紧背 盖住他小小的身子 睡吧 主上 客气了 行天在帐外换道 东华聊起帐脸走了出来 声音小些 久而还未起来 是 行天失去的将声音压低 主上的伤 昨日已经上了药了 主上 行天有一事不明 昨日您明明可以避开那一刀的 为何 他只说了一句话 将自己置于死地 才能将他人置于死地 行天明白了 父神 少阳君杀陶雾 风夜火 大败魔族 看来我是真的没看错 哲言温顺 莫冤刚直 只有少阳 才能当了这位置啊 父神感叹道 这封诏书 你替我封存 他日我若离世 便以此诏 传为东华子辅少阳君 小人遵命 魔族大战后不久 父神离世 东华登位 称东华帝君 三日后 魔族朱燕使清族之力 依图天地共主之位 白纸 你与帝将 即刻摆九曲黄河镇 将朱燕引入镇眼 领命 东华重新镇上了那一套宝蓝色的铠甲 修长的手指握着苍合 看着战场的腥风血雨 帝将 你带一对人马阳功 记住 只许拜 不许圣 退入九曲黄河镇 将朱燕引进镇眼 领命 随后他一个闪身 站到了镇眼当中 朱燕虽强 却过于莽撞 直直杀入了镇中 哈哈哈哈 东华帝君也不过如此 九曲黄河镇竟如此容易变破了 舱河出窍 带着杀气指指朱燕 朱燕回身一挡 舱河重新回到东华手上 朱燕身影一闪 幻化出无数个影子 东华也不动 游着影子在身边游荡 只要不乱了心神 影子就是影子 朱燕真身突然从背后攻击 东华一闪 舱河顺势一画一刺 将朱燕击两步 舱河十八事五的娴熟无比 狠狠地在朱燕心窝子上刺了一剑 朱燕恨恨地吐了口血 便使出魅惑术 意图乱他心神清秋魅术 魔族魅惑 乃是世上少有的奇数 若适中便难解 东华帝君 竟也动了俗心 不过也好 动了俗心便有了软肋 东华眼前迷了一阵子 出现了一个少女 帝君 东华丝毫未动 心力一变变地念着清心咒 东华 耳边传来一个更清明的声音 东华眼睛一睁 苍和狠狠地刺进女子的心脏 随后一转头 并没有看见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朱燕满脸的不可置信 东华握了握苍和 抬手念咒 将它进于一个结界内 随后苍和刺向朱燕的命门 刺中了 结束了吗 还没有 天边突然出现红色的光照 死到之处 毁天灭地 红莲夜火 东华手持苍和 眼神之中不免露出惊讶 红莲夜火的威力 想必东华帝君是见过的 朱燕撑着一缕气息 斜笑着望着东华 帝君 朱燕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东华怒火冲天 但也没有办法 毕竟 他不是万能的 东华帝君 我要你赐毁姻缘 我便收回红莲夜火 否则 你就看着这天下 来与我陪葬吧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